说到赵本山相信大家都是相当的熟悉吧 从1989年的国庆晚会开始一直到2013年 赵本山一直是央视春晚的常青藤 当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呈现了一部不让人开怀的作品 可以说91代是看着赵本山的小品长大的 如今已经60岁的他基本已经告别迎平 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了年轻小品人 但是自从赵本山的女儿球球开始步入娱乐圈后 本山大叔也是频繁站台互动 可以看得出来也是非常的疼爱自己的这个小女儿的 可是球球的娱乐路似乎一直是靠舆论话节堆起来的 先是在不爱不爱直播时传出何天佑的恋情 恋情公布后在赵本山赤姿支持 吓让天佑和球球的人气攀升 成为直播圈的头部玩家 天佑也因为和球球的这层关系频繁 得得到本山大叔的影视资源支持 可是好景不长 一次天佑在直播时大谈球球的故事 说球球蹭他的热度 和球球其实什么关系都没有 最后还闹得双方粉丝全网互对 最终天佑和球球的恋情像一个笑话一样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与白马王子 东关小江湖的爱恨情求 据传该男生也是当地知名的一个富二代 同样的开始同样的结局 没过多久 这位白马王子就在社交平台宣布和球球分手 并且曝出球球隐瞒情史 欺骗感情等黑了 至此第二段感情风波 也洋洋洒洒的结束了 因为球球的高话题度 很多人都知道本山大叔有这么一个女儿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本山大叔 其实还有一个儿子赵一南有别于球球的高调 赵一南一直都未涉及娱乐圈 并且平时的生活也是相当的低调 曾经赵一南也是在球球的直播间帮助球球站台 可是后来被本山大叔训斥了一顿 后来也就没有在直播间现身了 或许也是因为本山大叔 对于儿女的差异化培养造成的不同吧 赵一南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本山大叔送到国外去企业管理 回国后也一直是跟着本山大叔学习打理自家产业 而且幽灵的教育也使得这个男孩不像其他的富二代一样 没有传出过绯闻 也没有肆意挥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许多厚 homeland 咪 앞에 这个 改 10 00